正義的話最重要就是要從法律開始 如果國家法律都已經讀正了 那就不要談什麼正義了 你知道 我是台大法律系畢業 可是我從台大法律系畢業到現在30多年 我沒有做過法律式的工作 我沒有工作做 我30多年都沒有工作做 為什麼 因為軍法官 他們只要當了六年之後 他們就可以變成律師 然後就可以去做法官 你們如果說要注意的話 你到各級法院去 你看那個院長 照來講那個院長他應該是穿法袍吧 他是法律師 但是各級法院的院長全部都是穿軍裝 為什麼 他是軍法官退伍下來的 他軍法官退伍下來 然後他變成法官 但是他不懂這個法律 所以說都把他們那些軍法官的人 全部送到這個庭長啊 院長工作中 所以你看這個法院啊 各級法院的院長啊 全部都是穿軍法 那個軍官 那個軍服啊 還有那些庭長啊都是穿軍服的 那我們這個法院啊 又是那個送審制 然後法官這個判決之後 要送到庭長 送到院長去送審 那這個上面的院長 全部都是軍法官的 全部都是他們 他們可以給你 可以可以給你什麼 叫你怎麼判就怎麼判 所以我們這個大學 因為畢業的這些學生 到了法院去啊 都是一個傀儡 在第一線都是炮杯啊 都是聽那些軍法官啊 在那邊給你指導 叫你怎麼判案 所以那個洪仲秋案啊 人家說可以把它移到名審 對不對 名審的話可以好一點 事實上軍審跟名審都是一樣 在軍審也是軍法官 在名審也是軍法官 因為那個上面那些院長 庭長 那些全部都是軍法官 還有律師 他們那個 如果說你不想當那個法官 你可以下來做律師 所以那時候很多那個律師 都是這個 這個軍法官 那很可笑的 你知道以前有聽過這個黑律師啊 什麼是黑律師 黑律師就是說 這個律師 他是軍法官畢業的 他不懂這個法律 他不曉得 紀老百姓 經過這個法院的程序來討債 他在軍隊裡面 有些黑律師 他找這個黑律師啊 如果說你簽他錢 他找人去把你打一頓 打一頓之後 你第二天的錢就拿 就給了 所以說 他的效率又高 而且人家又給 所以很多人都去找這個黑律師來討債 那相對的 你這個 透過這個法律程序啊 還要什麼 甲扣壓 還要什麼上庭 拖了很久之後 還不一定拿不到錢 所以說我們今天這個國家沒有正義啊 這個法律啊 就已經開始了 就已經偏了 你知道嗎 凡是大學畢業的 我在美國 我看了太多我們法律系畢業的 都在美國做那個 布魯克啊 做那個房地產啊 做什麼東西的 都在抱怨啊 我畢業的時候 我那時候畢業 考六個律師 我那個學長在那個 研究所跑來跟我講 他說 哎呀你不要考了啊 我都沒有考上 我研究所 你連研究所都考不上 你還想考律師 你知道嗎 所以我那時候知道 我就跑到美國去了 我畢業三十多年 我沒有從事過法律工作啊 所以說你說什麼是公平 我跟你講 台灣根本已經是個變質的國家 你曉得吧 台灣從頭到尾都是軍人在控制 你曉得吧 我在美國啊 我看那個報紙啊 那個 那個 而且那個 蔣介石那個日記啊 他送到那個 美國那個 洛杉磯大學 那個洛杉磯大學 那個 胡活紀念館啊 結果我跟幾個朋友都跑去看了 他上面明明是講說 讚揚 慈修 和彭夢記 在228的表現 將來將予以重用 那個228那個兇手啊 就是塵塵嘛 石修嘛 就是塵塵 還有白色恐怖啊 都是塵塵做的 但是啊 我回來啊 我看那個自由時報啊 我雙十節那天啊 我跑到三明書局啊 把所有的228 白色恐怖的書拿出來啊 沒有一個字提到塵塵 全部都是說成語 都找了個祭祀鬼 你說台灣有什麼正義 有什麼法律 還有啊 我在美國那個教會啊 他們都說 You cannot command addoctrine 這個addoctrine意思是說通姦啊 就是說你不可以通姦 那你回來看看我們台灣那個聖經啊 都是說 你不可以姦影啊 然後他更可惡的 他說什麼啊 他說男人只要看到女人 動裡面啊 就犯了姦影罪 就可以挖眼睛砍手 你知道他比那個阿富汗 他比那個阿富汗還凶嘛 他男人只要看女人動裡面 就要挖眼睛彈手啊 我那個同學啊 那個是那個陳陳那個親戚啊 他以前高中的會數 坐在我後面啊 他叫這個陳國良 他的 他哥哥叫陳國台 他們兩個都是在那個聚會所啊 那個聚會所就是那個李長壽那個 那個那個招會啊 做講師啊 在第一會數啊 在第八會數 在第十八會數 我就聽他們在台上講 他說 男人看女人 動裡面了 就要挖眼睛砍手 簡直你說這個陳陳啊 我跟你說他那些親戚朋友啊 簡直是無法無天啊 我跟你說以前那個綠島啊 那個小葉曲都講說 那個 綠島你為什麼 還不講話 我這樣說 我都可能要辦法回應三個部分 第一個問題 正義不是從法律開始的 你去看整個正義的歷史 正義從來就不是法律開始 正義從哪邊開始的 從ethica 從philosophia moralis 他是從這邊 風俗習慣開始 他不是法律 哈摩拉比法典 我們都說他是第一個真正成文法 但是 哈摩拉比法典之所以是成文法 不是因為他是法律 而是他是巴比倫宗教的實踐 所以第一個問題 法律是正義的現在的實踐沒有問題 但是我不能夠說正義是從法律開始 這兩個關係是不一樣的 否則我的正義會相對性 有一個很好玩的故事 每個國家對於法律概念有個不同的看法 當然這是純粹開玩笑的 在德國 法律禁止的 法律允許之外都不能做 在法國跟台灣一樣 法律所允許的 德國是法律所允許的之外都不能做 法國跟台灣是法律所禁止以外都能做 俄羅斯是法律所允許的都不能做 俄羅是法律所允許的,也不能做 義大利是法律所禁止的,也可以做 這是大家開玩笑的,但是這會導致什麼呢? 會導致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可能會變成一個相對性的產物 第二個,畢業之後,從來就不是教育部的環境 教育部到最近15年才開始認真去,想說 我在大學畢業生,我該怎麼辦 這是最近15年才在想的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東西是,我記得2009還是2008做的 給大家現在才在想 第三個,你剛才所講到生意的東西,我們習慣上叫做宗教倫理學 那個東西我們不討論是因為,宗教倫理學它的複雜度 比我們一般所講的正義,或是我們所省的倫理學還要更麻煩 它涉及到字義的研究,希伯來文的翻譯,中文用詞的習慣 還有整體神學建構的架構的整個概念 您剛所說的那個例子,就是不可兼營或不可通姦,這種概念 兼營這個名詞,它其實比英文更精準描繪實界裡面的希伯來文 所以基本上來講,那個部分為什麼我都不去提他 因為那個東西痛了之後,很難處理 所以我只能夠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概略這樣說 但還是要跟各位講一件事,就是真的,我們最想正義的時候 雖然我們可能諸多抱怨,但是我們總是會希望,這個 我們希望有一個正義,大家可以達成一個構思 所以先預告一下,下禮拜其實是很討厭的東西 下禮拜我們就在講正義跟公平界限在哪邊 因為我下禮拜講關於動物的問題 所以你到台灣現在有很大的狀況是,養動物的覺得 我說都不公平對待啊,我說不正義的對啊,為什麼不能養 尤其是那個集合大樓,不能養動物 有些管我會就是,誒我有法雲依據啊,對不對,這個問題 所以我先預告一下,下禮拜會講到那個正義的界線 什麼是公平正義的界線,我們怎麼樣有辦法達成共識 是,抱歉,這是額外插題的部分 OK,不好意思喔,那有過別的,大家有什麼想要問的 沒有,我那個回來